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济生满堂的 多远龙秀 我是Edan Rowe 我是Edan Rowe 我是Edan Rowe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讲一个话题 我问你们一下 你们是不是 在生活中 很想要诅咒别人 哈哈 诅咒别人 对 就是有时候啊 你就是 被那个人搞到啊 你的老板 或者是你的同事 或者是 什么人都好啊 反正你就会这样 不可以讲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很像不可以骂出来的 就是你很生气 但是你又不可以诅咒他 又不可以什么 你还要反而要 很像要对他好 但是你一直找不到原因 要怎样对他好 你知道吗 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啊 我跟Simon师傅 可能今天Simon师傅惹到我 我就是很想要 骂他 但是我想一下 我骂他 我诅咒他 我打他 什么之类都好啊 我又有那个因果 是不是Simon师傅 这样的狗 不能骂就是这样 也不可以啊 那个也是有因果啊 对不对 所以咧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 又有点搞笑哦 但是咧就是 教大家怎样能够选择 不要去英国的方式 怎么对待你讨厌的人 就是 要怎么关怀别人 怎么关怀别人 对所以我心里想你们 听到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是 Really 还有Sizandra 认真的吗 给他多多爱 对 要怎么关怀他 我已经很讨厌他了 你要 我怎样去关怀他 对吧 你 你已经惹到我火 你已经惹到我火都大了 你还要我怎样关怀你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啊 可能是你的狗 你的狗啊 你在拍影片的时候 一直叫就是一直叫 你也不可以打他嘛 对不对 因为你要关怀他 因为是你的狗嘛 对不对 或者是可能你的小孩 他一直顶嘴你 但是是你生的 你不可以打他 对不对 或者是可能是你的老板 那你的老板你不可以打他 因为他给你钱的 或者或者是你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对 然后明明他错了 然后你死死就是 要跟他说 但是他觉得他对 对对 就是那种情人是 嗯好 ok ok 所以的话呢 就是今天要讲下 怎么样去关怀别人 所以其实啊 关怀别人哦 这个慈悲心啊 这个爱啊 有时候在你突然间 发很大脾气的时候 你是很难把你的佛的那一边出来 你很想要 就把你的魔那一边走出来 是不是 对 对 其实啦 有时候呢 让这个魔出来是比较容易的 对 你要让佛出来是有一点 很难 对 要放一点effort进去 对 但是呢 没办法 大家我们不要下地狱 对不对 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坏人 ok 你讨厌了一个人 然后让你下地狱 对不对 所以不可以 不要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 直接买了一个 你因为这件事情 买了一张ticket下地狱 欸 不要咧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 怎样关怀别人 就算你讨厌的人 你也要关怀他 所以的话呢 你要关怀别人的时候 你要想到 这个人可能啊 他做这些事情 会不会是因为他背后的原因 所以你做人啊 我们要想长远 欸 我们要想长远 对 就是讲 ok 比如说我们要想很长远 比如说 ok 今天他骂我 然后我 很想要把我的魔的方面打他 对不对 但是呢我要想长远 欸 我骂你了 过后我有什么后果 如果你是我老板 我没有钱吃饭 我没有工钱 我要下地狱 这些都是后果 对不对 其实呢 其实呢 对 如果当场人家 要骂你还是什么 对 通常是情绪先上来 对对对对 很难呢去想 欸我要想到后面怎样 对所以你要 很多就是情绪先跑 对 所以咧 我们那天就有一集 就讲 怎么样去管理好情绪 所以你们去看那一集 哈哈哈 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呢 这些东西除了情绪方面 所以我们除了要看长远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后果 你要看这个人本身 所以比如说 刚才我们讲老板 所以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是你的错吗 所以你要先关自在 是不是你的错 那如果不是你的错 是他的错吗 是你老板的错吗 是不是他自己心里 有什么不平衡的地方 或者是他要什么 所以你们要去多一点 去换位思考 所以你才能够 站在他的角度上面去想 所以你就会比较明白他 所以你就自然而然气也会消了 因为如果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啊 他硬碰硬 你又硬碰硬 这样子是没有好处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你们就要去想一个办法去 怎么样去跟这个人和解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怎样去关怀他 可能是 可能他是心里有别 诶我讲到关怀 你们不要在那边 脑在那边啊 就比如说 ok Simon 师傅 你做一个很坏的老板 骂我 你这么每天每天每天 迟到几点了 ok 所以你要所谓的关怀 我们来 demonstrate 你要的关怀 不是讲 是啊老板 因为啊 我就不想看你的脸 因为我不想 我知道你会生气 所以我就尽量少一点 看到你的脸 不是这种关怀 所以他讲 哦是是不好意思啊 老板是我的错啊 之类的 也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所谓的关怀就是 在你当下的时候 你已经很气 但是你又不可以发那个脾气出来 但是呢 你要同时要关怀他 不是讲 老板你最近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一直在那边骂 这种不是叫关怀 其实呢 很多人呢 就把这个怪塞车身 对对对对 塞车啊 对 什么什么什么 对 所以啊 不是像你那种关怀 那种带刺的关怀 我知道你们在看影片一定的 老板 你最近脑有事吗 还是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要我关心你一下吗 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啊 老板你ok吗 老板你还好吧 不是那种关怀 我所谓的关怀真的是用你的爱心去关怀的 ok 所以的话呢 你要关怀他 不是说你要低头 ok 你们不要误会 关怀别人 不是说你要低头 是你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这样子的 pattern 你也已经知道他是这样子的性格 你也知道你没有办法去改变 你只能做什么 你要接受 那你接受了过后 你要善待自己 你接受啊 你要善待自己 你不可以很像内耗 或者是对自己不好 或者是乖自己啊 对不对 所以你也要善待他人 你要善待自己 所以你会发这个慈悲心去关怀他 首先第一点 他这样的做是你的错吗 如果不是你的错 是他的错对吗 对 那他的错他怎么办 他有他自己的因果对吗 对 他是不是要下地狱 对 他因为你这件事情 他这样骂你 他不是下地狱吗 所以我们看长远 我们看长远 如果你骂回去 就代表什么 可能他是你的冤情在主 他来度你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来度你 那是你没有被他度成 你反而跟他一起下地狱 这样子就不太好 你想一下啊 如果你现在上班的时候 你要看他的脸 或者是你现在不开心的时候 你要看你的同事的脸 那你觉得你以后啊 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 你还要看他脸的下面 我觉得不划算的 真正是不划算 而且你要发起这个慈悲心 去关怀别人 要有这个慈悲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缘分 所以你今天会有这个脾气 你今天有一个什么事情啊 发生都是一个你的缘分 可能是好缘分 或者是坏缘分 可能是之前 那之前的话 你就要忏悔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忏悔 所以要你去忏悔 你自己的以前前世的过错 会遇到这个人 然后你回向给他嘛 那你回向给他 就等于关怀他嘛 那你不用直接在他面前 老板 你很爱 你很有爱啊 之类的 不用这样子嘛 那你背后做就好了 像我刚才讲 你背后的事情 对吧 所以你背后在做事情 比如说你念经啊 超经书啊 回向给你的老板 希望他就是可以过得好一点 所以他不会有这样的脾气 一直对着你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慈悲心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你就上天堂了 他就下地狱 下地狱的人还是在下地狱 然后呢 你要关怀他 你要帮助他 因为他就是有难的人嘛 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缘分嘛 所以你跟他有这个缘分 对不对 所以你才会有这个缘分 遇到他 可能你前世 所以你要有这个悲心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人有一个因果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再来他又跟你有缘分哦 所以你身为一个 你像比如说你是学法弟子 或者是学佛弟子 或者是你是一个修行人 或者是你要去 离开这个六道轮回嘛 去网红极乐 脱离这些所有的痛苦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你要去 有够的这些功德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你 一定要知道这个缘分是因为你前世做过错误啊 所以你今世才有可能冤亲再主 这样子的概念 对嘛 所以你要去帮助他 所以你可以背后 刚才我们讲背后嘛 对不对 可能你可以在背后 不是叫你直接当面 老板你很好哦 你很棒哦 你很快乐 什么 不是 对 没必要 所以就是背后的事情 就讲OK 可能我们就有慈悲心啊 你在做一些慈悲心 慈悲的动作的时候啊 你去累计这个福报的时候 可能你可以念经回想给他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缘分是他了 所以的话你可以帮助他 再加上呢 你也知道他是一个跟你有缘的人 你已经知道他有这个因果 他要下地狱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你可以帮助到他 不是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做错误呢 他是有他自己的因果 对不对 对 那你做你自己的本分 你自己的福报嘛 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关怀别人 我们讲的所谓关怀别人呢 就是去帮助别人 去帮助他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有因果 你是要帮他脱离这个痛苦 对不对 跟你一起可以去往生极乐世界 去脱离这个痛苦 这样子你的这个功德是有多大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去发起这个慈悲心 怎么样去关怀别人 你就要去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所以我看到很多啊 尤其是这种像拜佛弟子 他们会去因为可能比如说 这个人弄到他很不开心啊 之类的 之类的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超经兽 所以很多人就讲 说什么呢 老师你会教这种东西 我们照理由啊 我们已经给他弄到很生气了 为什么我还要去累积这个功德 然后回给他呢 我不会回给我自己啊 是不是 这样子你是有自私的心 但你有自私的心 令受这个福报不要给他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要发起这个慈悲心 去发起这个慈悲心 去关怀他人 因为呢 他就是一个缘分 让你可以遇到 所以就看你怎么做 他是来度你的 你的选择很重要 他来度你耶 可能他这个是逆行菩萨 逆行菩萨的video可以去看 如果还没有看过 所以可能他是你的逆行菩萨 你要去帮助他 你帮助他了呢 你可能就可以帮助他一起上 那你就可以就坐着这个连坐 一起上去这个极乐世界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这个逆行菩萨 那你跟他对着干 你只会有一个下场 就是跟他一起下地狱 对不对 一起来自英国 对一起来自英国 所以的话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啊 就是每一天就那么的不快乐 不管是你的老板啊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啊 或者是你的同事 或者是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孩子 你的女儿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缘分 就算不是人 是一个灵 也是一个缘分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就是看你要怎么去做 所以比如说 可能我们今天讲灵体 一个灵来找我帮忙 那我可以不要帮他 但是我已经有这个缘分了 可能是我的冤亲在走 或者是可能之前我帮过的灵体 跟他讲 那就是我的选择 我要不要帮他嘛 对不对 那我要帮他 我就累积我的福报 他也可以累积福报 我就可以帮助他起嘛 对不对 那我们做这些烟共啊 也是帮助这些众生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可以去脱离 所以你知道你去帮助人啊 你去关怀真心 用你的慈悲心 去关怀他人的时候 关怀蚂蚁啊 关怀你发起这个慈悲心 关怀蚂蚁去喂蚂蚁啊 关怀这个鸟啊 给这个鸟食物啊 关怀这些鱼啊 喂这些鱼食物啊 放生啊 或者是供奉龙王啊 之类的所有所有的东西啊 这些烟共啊 念经啊 回向啊 其实啊都不需要很多钱啊 对 你可以做到你关怀啊 不是像西蒙师傅讲 要请你的老板吃鸟蚁这样 不是 哈哈哈 不是这样子 老板没有出宫 现在还要请啊 对这个是表面的东西 对你就是一个表面的东西 但是真正来说 你是因为你的有目的性去做 才请他喝这个鸟蚁 还是你是真正的有这个慈悲心去做 对 那你就要问你自己 所以呢 都是一样回来到自己的心里 所以我们要发起这些慈悲心去关怀别人 关怀动物 关怀这些蚂蚁啊之类 对不对 所以呢 然后地上王菩萨就讲 诶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对不对 他就是不要成佛 因为如果地狱没有空 他没有救完起来 他就一直在地狱 在渡人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的话 大家你们看到这个影片都是一个缘分 OK 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的教大家 要怎么样去关怀别人 因为我之前也是 之前还没有修行这些小时候啊 就是 很迷茫 然后每天又很喜欢发脾气 我脾气很大的人 然后呢 就再加上 每次就是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所以我会去寻找一个答案 那也是地藏王菩萨去救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学他的佛法之类 然后呢 他的佛法真的度到我 然后我也是想要去帮助这个世界更好 所以我今天才会教到大家 所以呢 我还要谢谢谁 除了谢谢地藏王菩萨 我是不是要谢谢那些对我不好的缘分 对不对 那现在那些缘分是不是都回来 就是变成好了 对吗 所以 小人会变成贵人 贵人也会变成小人 所以呢 今天呢 你们大家听到这一个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如何去光害别人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 诶 这么叫好笑的主题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东西 也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东西 所以呢 那我们要一起去帮助这个整个世界 整个六道变得更好 对不对 再加上呢 现在是九运年耶 OK 现在九运年呢 现世报 你有福报就直接现世福报给你 你有因果就直接现世因果给你耶 所以呢 九运呢 所有东西会加快 所有的因果啊 业障啊 福报啊 所有的功德啊 全部都会加快 所以的话呢 你今天听到这个影片 就是你的缘分 要宇宙要跟你说 佛菩萨要跟你说 要好好的修行 要好好的去把这个六道变得更好 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九运年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 就是 听闻到这些东西 这些智慧的这些佛法啊 然后可以一起去出一份力 也是你们的福报来的 所以九运年很多真正家家的 大家要小心 然后我们一起去累积更加多的功德哦 所以今天教大家怎样关怀别人 嘿 加油加油加油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次影片的看法 还有你还有想要看到什么内容吗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还有不要忘记要follow我们两个人的IG 还有我们的官方IG 还有Facebook page 因为呢我们会时不时的去公开更多的这些 选学的内容跟智慧给大家哦 还有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 我们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 金色版糖度眼浓缩每天晚上七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